原标题 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看过一本梁雨生的小说 小说中 一位大侠亲眼在窗外 看到雍正刺杀了康熙皇帝 然后登上皇位 好像梁雨生的小说 这是一个永恒的套路 皇太极被多尔滚刺杀 顺着又被康熙刺杀 这次轮到康熙了 雍正皇帝的死也很传奇 因为他死得太突然了 所以会有很多猜测 其中一种 就是雍正是为吕四良刺杀的 在各种奄实小说中 雍正的形象 就是一个阴险狡诈 还喜欢发明黑科技武器的这么一个人 雍正的形象被改变 是始于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热播 这部历史证据改编自二月和的小说 从历史的角度描写了 雍正接过老爹 康熙留下的烂摊子 历经图治 重整山河的故事 然后 忽然 雍正就变成了一个好皇帝 甚至变成了一个庭圣 有一段时间 雍正在迎庭上和各种 从现在穿越过去的女子们轻轻窝窝 而所有的小说电视剧中 雍正皇帝从大反派变成好人 其根源都是始于宗正王朝这部电视剧 雍正皇帝算是被电视剧洗得最白的一个 电视剧还原了历史上雍正的真实面目 但是有的电视剧又有点脚腕过正 二 和珅和珅在历史上的形象 一直是个大贪官 明艳云和珅低岛嘉庆失岛 可见和珅贪污的是清国的财富 历史上和珅这人是个美男子 长得很好看 即使只看国画画像上那些画的 不是太传神的和珅画像 也不得不承认和珅是个帅哥 而在民间传说中和珅固然是个坏人 但是总是有个智者能降服他 这个人就是刘庸 长篇丹口向上官场斗中 和珅就被塑造得蠢如蠢萌的 乾隆给他出对子 问他什么肥什么兽 和珅带着礼物去请 交刘庸 结果刘庸告诉他 杨尾瓦油肥 杨健子肉兽 第二天 上朝和珅如是禀告乾隆 气得乾隆够呛 历史上的和珅绝对不蠢 不然也不会当官当到全清一时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到了电视剧中 和珅贪污并没有被洗白 这真的没法洗 不过 反血被洗胖了 提到电视剧中的和珅 我们自然就会想到 王刚老师那张胖乎乎的大脸 在宰相刘罗锅 以及铁齿铜鸭记小兰系列电视剧中 王刚饰演了一系列的和珅形象 导致电视剧如果用别人饰演和珅 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感 王刚的和珅简直和六小灵童的孙悟空一样经典 王刚老师把和珅从一个帅哥演成了一个胖达达颇具人员的大叔 有点小坏有点可爱 不过王刚饰演的和珅显然被拔高了年龄 以便于让刘庸冀小兰能和他斗发 真实历史中 刘庸比和珅大了三十一岁 纪小兰比和珅大二十六岁 和珅得宠的时候 刘庸和纪小兰都是六十左右的老人了 他们原话事故地闪避着和珅的锋芒 那些抖来斗去的故事 大多都是故事 而纪小兰因为编撰四库全书 一直和和大人合作愉快 三 武则天历史上的武则天 从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 到唐高宗李治的皇后 期间的权力斗争之路 可谓一步一步踏着鲜血走上了权力顶峰 当上皇帝后 武则天更是大杀李家后代 李世民的子孙除了他和李治的后代 几乎被他杀了七七八八 甚至他亲儿子鲁岭王 听到他妈派人来看他的消息 第一时间干的事 竟然是拿出根绳子 要先把自己吊死 可见 武则天真的杀人如麻 这两年电视剧好像也在给武则天洗白 著名的向冰冰主演的五妹娘传奇 冰冰把五妹娘塑造的五妹而不血腥 是个自强不息的女汉子 四 陆珍和多多能把一个坏人彻底洗成一个好人 这位电视剧大神叫于正 于正有两部电视剧 一部叫陆 珍传 把南北朝时期 北齐奸臣陆令宣 洗白成不目全力 心地善良的陆珍 另外一部叫《山河链》的电视剧中 把多多塑造成了一位有情有义的汉子 但是历史上 多多曾经创造过一个记录 那就是打下扬州后 命令士兵屠城十天 杀的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不知道这是否是这位多多王爷的情谊呢 闻 薛白豪欢迎点赞 欢迎评论 谢谢关注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